接下来要上来就是听觉 听觉是你听到的东西 当我们这个一疏一蜜的空气 传到你的耳朵之后 然后呢会去压缩你的耳膜 密布压力大 推进去一点 疏布压力小 弹回来一点 所以这里一疏一蜜的压迫 你就会跟着一起 前面后的振动 推后振动 然后这个振动呢 再经过你内部的一些构造 三小金谷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传到你的大脑 然后你的大脑就会听见 所以最后听见声音是谁 大脑 大脑听见 由大脑判断你会念什么东西 所以有一些人 吃了一些不该吃的 喝了一些不该喝的 就听见了一下就听不到 幻听 我能跟你讲说 把他杀了 还把他给赶了 还把他给赶了 所以幻听听到一些别人 因为你的大脑受到影响 所以你就会以为 听到一个东西要幻听 幻听 幻听 就是所谓的构造 你也不用看 也不用看就这样子 转过来 然后转过去 大致上这样 OK OK 好 好 好 这上面就是 哥哥 是 قال 他会 撒 陈里 帅 Eck 陈里 你扯到你的大碼 你扯到你的大碼 你就知道誰了 你扯到你的大碼 好 可以看 二 好 好 人耳聽覺的範圍 人能夠聽得見聲音的範圍 二十到兩萬赫 声音如果太高 或者是如果太低 你就会听不见声音 听不见声音 刚刚随便刚讲过 为什么有人会说要有极速的振动 因为如果你的振动不极速 如果你的振动不极速 你听不见了 够快要20到2万和 每种动物的听觉范围不一样 旁边有些什么狗 狗的范围多一点 还有个猫 还有一个彩豚 他还能听到比较高的声音 那个蝙蝠听到声音反而很大 所以蝙蝠就可以发出一些声音 然后受到大力 就是他飞行的时候发出一些声音 你听不见听得见 然后就可以反射回来 看一看说东西有没有障碍物 我看过一部电影 他们外国家里有很多有院子 院子里面那土锅鼠 挖一动一动 他就觉得很讨厌 挖他人家的院子的美观 他就决定要怎么办 然后他就去买了一个 他就是带他一个机器 他就插下去呢 会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人并不见 当然如果并不见 讨厌 就是讨厌 就买回来 挖下去 很有用 脖子不见 因为狗也不见 因为狗也听到 所以狗也吹掉 然后他就不行 把他罢掉 罢掉之后狗回来了 所以每个动物听的范围不一样 20到2万克 其实不只是 这只是一般 可是会有那种 人老了 人老了 人老的一个状况就是 什么东西都会松拾了 因为松拾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 就会有一些 因为松拾了 因为比较紧 可以震动的比较厉害 比较松呢 就比较不会震动 因此就会 这叫做400赫 这叫做400赫 这叫1000赫 好 来 再来 2万 然后呢 这叫做2500赫 2.5K 好 再来 接下来的 接下来的声音 接下来的声音 我可能就听不见了 这叫做10000赫 10K 好飞啊 有没有声音吗 有 我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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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 我听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老了 我的 我的 我的松拾了 所以没有办法 这叫做10000赫 好 好 这叫做 这叫做 1.6K 1万6 我听不到 我也听到 听不到 我也听不到 我说1.6K 1600赫 这叫做1万6 听到 听到 还听到 你们 你们听得到的正常 我听不到 也再次 正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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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有些 我看过 外国有些 青少年 会用一种铃声 这种高音的铃声 然后呢 所以铃声响了 他听得到 他妈妈 听不到 他妈听不到 他妈听不到 然后 对了 我有看过 我们学生 有人用这种 可是那个声音 其实没有什么音乐 就是这个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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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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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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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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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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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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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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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5 5 6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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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答案 答案 B 你做 能有清潔範圍 20到2萬赫 太高的聲音我們 聽不見 OK 有問題了嗎 沒有